板橋江紫粹地區位於大漢溪和新店溪教會處 早年常常發生水災 因此當地居民在這裡設立繩子 供奉上官大地中的水關 之後建立上官大地廟 並且取名朝河 祈求神明保佑地方居民不受水災侵擾 民國前五六十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處在江紫粹 江紫粹是兩溪的教會 常常因為水災 所以有一個領老先生 他去設一個繩子 我們稱為水關大地 而建立了三關大地這個廟 除了三關大地 朝河宮也供奉保生大地 而特別的是 這次尊神像都是由泥土雕塑而成 神像雕塑用的泥土 都要從大陸運過來 並且請大陸師傅來雕塑 在三四十年前 兩岸還會開放的時代 這樣的工程非常不容易 本宮的主神 三關大地或是保生大地 我們都是用泥塑的 全部都泥塑的 江紫粹的這些長老們 非常的用心 因為這個泥土的取得非常不容易 所以所有的泥土都要從大陸來 那三四十年前 在兩岸非常緊張的時刻 能夠用盡各種的方法 來取得這些泥土 並且聘請大陸的師傅來這裡 塑造這四尊的神像 隨著時代變遷 現在水災補災氾濫 但是潮河宮仍然發揮安定民心的作用 保佑信眾平安 讓前男參拜的信眾 能有心靈上的依托 中央新聞李嘉豪板橋報導